今次看《以復所书》一章十七節 開始 我讀了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 榮耀的父 將那次人智慧和啟事的靈 賞給你們 使你們真知道他 並且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 使你們知道他的恩照有何等子望 他在聖徒中得的基業 有何等風聖的榮耀 並知道他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大能大力 使他從死裡復活 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 超過一切執政的 掌權的 有能的 主治的 為一切有名的 不但是今世的 連來世的 也都超過了 又將萬有復在他的腳下 使他為教會作萬有之手 教會是他的身體 使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269月後面 269月後面 這個經文裡面 首先說到 求主耶穌的神、天父、榮耀的父 將那次人智慧和啟事的靈賞給你們 使你們真知道他 其他祈禱有兩樣聖靈的工作 就是說到 次人智慧 聖靈會給人智慧和啟事 智慧就是能夠將真理和知識 應用在我們的生命裡 這就是智慧 譬如學了聖經 不懂得用 那就沒有智慧 但如果學了聖經 懂得用 就有智慧 譬如說 見到人不好 我懂得不給他影響 我懂得祝福他 我懂得如何說柔和的話 這就是有智慧 有時 我會用神的方法去抉擇 譬如說 這個人是 他的生命很有問題 我會抉擇 仍然和他相交為了祝福他 但我不會抉擇 他是我的好朋友 有時我不會找這個人 因為這個人不會給我好的意見 如果我把我的事告訴你 他未必會幫我 反而可能會出賣我 我們要分辨 我們要信任一個人 就是那個人 我覺得他分辨他是愛神的 體重神的 我們發覺這個人和我們相處得好 這個智慧 譬如有些人經常罵人 我分辨到他是一個喜歡罵人的人 我就不會將他放在心上 他負面的東西 我不會放在心上 這個是智慧 這個是聖靈刺 就是聖靈會賜給人 如何處理生命 我們有什麼問題 如何處理 或者如何教導 如何使用我們的恩賜 這些就是需要神給我們智慧 就是智慧 有時有些人說 聖經的智慧很簡單 好像很簡單 但其實是很高超的 為什麼呢 因為人是很難愛人的 真的去關心人 真的去關心人 又真的能夠分辨人 聖經講到神的靈 是能夠將人 好像將人的靈與魂 能夠刺入否開 將他的意念分辨出來 就是聖靈能夠做到這些事情 我們求神給我們這種智慧 就是能夠跟有些人相處 有些人我們會降低他對他的期望 因為他經常都說不好的話 我就會降低對他的期望 但我會想祝福他 我選擇祝福他 到門看一山會不會好些 但都要有些人整住 因為外面的小朋友 OK 第二件事就是啟示 這件事就是 有些基督徒難以接受的 即是說 今日神都可以啟示人 在聖經中 我講到 耶穌講 在約翰福福音十五章 我講到 我不再稱你們為伯仁 我稱你們為朋友 因為伯仁知道主人的事 但是朋友就知道主人的事 所以 他會將他的事告訴我們 神會說他的事 而且耶穌說 我的羊聽我的聲音 而且 在迫伯的時候 你不用想什麼 聖靈會指教你江雪的話 這就是啟示 就是教我們 啟示不是一定 有些新的啟示 好像聖經六十六卷 有些人就說 你們將 即好像加多聖經六十六卷之外 加多些東西 但我們就 不是說我們多些啟示 而是 應用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即是將真理應用在我們的生命裡 譬如說 為何這個人會有感動去宣教 為何他會做傳導 就是因為聖靈感動去帶領他 為何這個人會選擇 不和這個人結婚 他會和另一個人結婚 這也是神的啟示 啟示 不一定要啟示一些 聖經以外加添一些真理 不過呢 神都可以逐步將活後的日子 啟示給我們 譬如說 活後的日子 當事情發生的時候 神可以向我們啟示 大力 現在這陣 這個出現的就是敵基督 即是基督徒會知道的 那這些是應用回聖經的真理 就是 譬如說 將來我們可能知道神的更多 那這些呢 我們不會將它列為信仰的一部分 我們只是 將它列為 是幫助我們生命的一部分 即是幫助我們帶領我們 我們都學習去訓練 什麼是啟示 譬如我 剛剛昨天 我就聽到一些關於5G的東西 5G即是上網 我們現在是4G G是Generation 四代 又將來有第五代 當我一聽到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件事很厲害 然後從我上網搜尋 我的感受 就是神給我一個大領 就是 這是一個魔鬼用的一件事 因為它不顧及人的健康 是用一種很強勁的信號 這種強勁的信號 可以達到某個程度 但是它不顧及對人的傷害 以及達到目的 待會我在廣道也會講到這件事 就是關於敵基督的一些跡象 敵基督也會用這件事 也會看到人的追求 就是賺錢 追求某一件事 得到某些東西 就不會體重人的生命 即5G是可以對人有 健康是很大的影響 比現在我們的4G 是強幾十倍的 可以強六十倍 或者更多 我們繼續看下去 神父可以啟示我們 但我們收到任何訊息 我們就不要當正 他一定是照我們的心 但我們就去言證 有些人就不是的 一收到什麼 就立即當正是 因為有時候收得不準 有時候他會說 這個人是犯了那個罪 但那個人說我沒有 或者那個人是有這個問題 但那個人說沒有 的時候這個人要接受 我們不是神 我們不會收得好像耶穌那樣準 耶穌是很準確的 在他事奉中看到他 但是他一來 他已經說 剛才你在葡萄樹下 我已經見到 無花果樹下 我已經見到你了 他立即會說得出 這個 薩瑪利的婦人 即是說 你以前有5個丈夫 不過現在那個人 就不是丈夫 他立即將她的情況 很清楚地說出來 但是聖靈 是可以將智慧和啟示給我們 我們都可以追求 不過追求的時候要小心 你都不要只想著 我要追求那種能力 是追求神 神會自然告訴我 譬如我都留意到 其中一件事 我有一項信息說到敵基督 很多人一說敵基督的信息 第一說到什麼 怎樣逃走 怎樣儲糧 怎樣儲糧 怎樣儲金 如果你看完聖經 你會知道儲糧和儲金 都沒什麼用的 但有些人會這樣教人 這就是用人的智慧去教人 就不是 神的智慧 根本神已經說了 基督是會怎樣影響 所以那時候 你完全要靠神的帶力 用人的方法 你處定些糧 要怎樣 有糧沒有水 因為聖經說到 水都有問題 有糧沒有水都沒有用 有糧沒有電都沒有用 因為沒有水就沒有電 的時候這個世界 根本可以很不同 但我們知道神是得性 聖靈會指教我當初 即是聖靈會告訴我 做什麼 即是聖靈和我一起 我便不用擔心 這就是神的智慧 但有些人就是用人的方法 有些人跟我說 他說我處定很多糧 因為有個牧師教他 在網上教他們 你們要處很多糧 預備 耶穌法 基督出現 處長有些又不是又會出現 即是有些人那個教導 有些人走去大陸 走去哪個山 快點走 即是大災難開始了 快點走 快點走 但又不是 香港的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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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山地 這就是人那種的缺乏智慧 所以我們要分辨 好了 視比我們能夠真知道他 這個知道 其實終於可以解釋做認識 因為認識神 如果我們越認識神 神越有這麼好的 這麼愛我們的 這麼有能力 能夠凡事都做的 我們的人就會輕省 看見神有什麼屬性 這個節 神有什麼屬性 啟示神 是的 祂是會啟示人 以及祂本身是怎樣 祂能夠 祂能夠 祂能夠掌握一切 所以祂根本就是知道了 對 對 祂能夠掌握一切 所以祂根本 祂根本 祂知道了將來是怎樣 所以祂可以啟示人 祂又有一切的智慧 所以我們不夠智慧怎樣 我們可以求 而且其實很重要 我經常都說的 最重要的一件事 未求已先 有什麼先 我相信 神有一切的智慧 是要去處理這件事 有些人就猛地求 神快點解決 快點解決 快點幫我 有關啟示 是否因為我們熟讀了聖經 所以道友 雖然有時候 淡出來 聖經裡面這樣的教導 但有些人說 聽到聲音 是否刺激的思想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 到底這是人的思想 還是神的啟示 我們為什麼會知道 是神的啟示 因為 有時候有些人 他領受的信息 是可以將一些隱秘的時光 就是某些人的隱秘的時光 聖經是可以這樣 而且聖經是可以這樣 聖經說了 他會叫人能夠說語言 建議像 作業夢 聖經是說了神可以賜給人這些說話 所以我們 一方面信聖經 另一方面我們經歷到 好了 但是本人經歷的 我們就分辨了 這件事合不合乎聖經 如果合乎聖經 如果合乎聖經 因為聖經有另一句說話 就是 《其樂比書》二章十三節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 為要成就他的美意 就是神 我們會立心去做一件事 合乎神的 和做出來都是聖經感到 有時候我們不知道 原來我們有很多事情做都是聖經感到 這個是聽話的基督徒 很多時候原來是聖經感到 他在做一些事情 我意思是說 是否真的聽到聲音 還是自己試神 兩種 你不要說是自己 他也是自己的 不過是聖經給的 如果有些熟神的意念 我們怎麼知道都是神做的 譬如有些人愛主 他真的會很想傳福音 很想救人 很想處理生命 這件事是他的意念 不過也是神的意念 是神感動到他有這個意念 但是有些人自己做事 自己會自作主 又說 我呢 知道些甚麼 知道些甚麼 有事未必是的 我們就分別了 不要說我們 不要說我們的意念 我們的意念 可以是神感動 我們有這個意念 問問先問 OK 好 我們繼續 我們越認識他 越認識他 越認識就有信心 我先信神 然後我先求 其實我們會求 但是聖經也說 神為愛他的人 預備 是眼睛未能體現 未能聽見 心未能想 不是你求那樣 神才給那樣 但有些人 他的教導就是 你要求那樣 和指明那樣 神才給那樣 這個 又是不合乎聖經的 因為 不是要你 譬如有些人說 我想要一個 很聰明的太太 神才會給一個聰明的太太 譬如 這件事 因為有人寫過書 是說這件事 他說 你想要什麼單車 你求神 我要什麼單車 我要幾大駕 我要什麼式 神聽到你那個指明 祈禱 他就會給你的 我覺得 不是一定要這樣 雖然人都可以用祈禱 不過我不覺得一定要這樣 有人是這樣的 網求 也不一定是網求 他的意思就是 你想要什麼 你指明地告訴神 我自己覺得 有時候人都未必知道 我們實際哪有最對 反而我們說 我相信神有最好的指望 所以我相信神 我相信神 我相信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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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神已經會把他需要的東西給我的 我就不需要擔心 不過我們都可以祈求 但是不用覺得我求了才有 好 繼續 第十八字 並且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 這個字 英文就是enlighten 即是說本來是黑暗的 現在照明了 我們心中的眼睛 叫我們知道他因照有何等子亡 那 有些人說 要神照明才知道 很明顯的 譬如我們看到有些人未信耶穌 他不會覺得耶穌這麼好 信耶穌的人 會覺得耶穌好 但也會有程度 有些人覺得耶穌幾好 有些人覺得耶穌極好 有些人很渴慕神 因為他的眼睛 他的眼睛 他的心被照明了 即是他啟發了 他啟發了 他就知道神的因照有何等子亡 即是神的呼召有何等子亡 這是需要照明的 因為不照明 就會覺得 有些人 那些信耶穌又如何 又要回教堂 聽道 不回又不行 不去到天堂 那就更慘了 不去尊重神 他想到是這樣的 所以他要去親近神 即是害怕 是的 但如果他想到 神裡面的那些風性 我們不用看什麼 我們看自然界 已經看到神的風性 我們看身體也看到神的風性 我們看到神 如何賜給我們平安興省 我們就看到神的風性 我們就說神那些 他的恩照 他的呼召 一定是美得不得了的 就會有信心 我自己是經常都是這樣的 我經常想到神 我就覺得神是最好的 最好的 我所渴求的是 我更加在神裡面 更加親近他 更加的心慶省 更加被神改變 更加整個心靈發揮 我知道神高是最好的 我想走得最好的 我想我的心靈發揮 就明白神是怎樣 然後進了神的道路 但很多基督徒都不是這樣想的 譬如有個基督徒 他說 那些人快要死 那些人就會求神的旨意成就 他說 他就不會求神的旨意成就 因為 他就跟他說過神的旨意 他說 有些人快要死 有些人就求神的旨意成就 神的旨意成就 神的旨意成就 他就死了 很慘 他就覺得神的旨意是很慘 或者他都在病 即是死 他會覺得神的旨意不是最好的 但我就解釋給他聽 神的旨意成是怎樣 如果人行神的旨 他整個人會平安 輕省喜樂 愛 他的身體都會更加健康 他雖然現在病緊 他可以進入神的旨意 可以恢復健康 或者力量 不是一定 每個人都是這樣 不過有機會 他有機會恢復 我就說 進入神的旨意 就是可以恢復神的完美計劃 他現在還有機會回 但有些人就不是的 到那個病人有時候 神啊 你成就你的旨意 我們不知道是什麼 你成就 有個心 他可能都離世了 不過神啊 你成就 那種心態 我就覺得很多人是沒有走在神的旨 因為走在神的旨 需要將身體獻上 不要下快 世界深入更新 變化 一路遵行神 一路更新的神 先走到神的路 而沒有一個人走到一百分之一百 其實應該說 沒有一個人走到七十八十百分 如果走到七十八十百分 就很厲害很厲害 就是他那種完美 我應該用比喻而已 我們可以追求走得很高的 不過多數人呢 太多東西在生命中阻滯 走不完 走不完 如果走得完 那種生命的揮煌 是我們沒有想像得到的 好 繼續說 就是我們心中的眼睛 這裡說到 不是我們頭的眼睛 而是心裡面的眼睛 所以這是什麼眼睛 如果你形容 這些叫Figurative Language 寓意的字眼 寓意的字眼 是否中文用什麼 Figurative Language 比喻性的字眼 心中的眼睛代表什麼 心中的眼睛代表什麼 知悔 知悟 為啟就是智慧 你可以這樣說 不過我想你形容出來 為什麼用心 為什麼用眼 心中的眼 是什麼意思 靈眼 熟靈的眼睛在心靈裡能夠看到一些東西 不是心就是眼 而是它能夠在熟靈裡看透這些東西 照明這隻眼睛 因為這隻眼睛很多人是蒙了的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蒙的 不過蒙了多少 我們的心眼蒙了多少 我們去到天堂就發現我們的眼睛清了 現在很多東西蒙了 不過有些人蒙了 只有10%就已經很厲害了 10%很厲害很厲害 但有些人蒙得很厲害 因為他連的那麼多東西都很創 已經拿了 已經有了 好,繼續 照明我們心中眼睛 這個是figurative language 我們要分別什麼是figurative language 查經很厲害 查經很厲害 為什麼呢 因為 譬如你說 猶大有隻獅子 就很不行 他也說到 獅子的特色 就是那種威猛、德性 有能力來形容基督 我們查經 譬如這個 殺種的比喻 介菜種很細 但生出來一棵樹很大 帶到那些獅子來 淒色 我自己來看 我覺得這個比喻 就說到 神的道好像很細 很微小 但結出的果子 人的生命可以很大發揮 好像一棵樹 有些獅子來 但有些人就會說 這個獅子代表魔鬼 真的有人這樣解釋 他說 教會就是有魔鬼的住所 那我就覺得 耶穌講到天國的比喻 到底他那裡是否說 天國大了 然後有魔鬼在裡面 魔鬼在裡面有造工 不過他的比喻 那個獅子是否是魔鬼 這個 我覺得太武斷了 這個只是說 那棵樹很大 大到有獅子來淒色 不是一定說 這個獅子代表魔鬼 這個釋經 到底這個獅子 是真的 代表什麼 還是 他只是一種形容 那棵樹很大 這個是我們都要查經的時候 留心 就是希望大家 查聖經 是小心 並且 不要那麼快下一個配語 說我對 真的有些芥菜 不可以生神科樹那麼大 他說的芥菜 不是我們的芥菜 不是我們的芥菜 即不是我們的芥菜 真的一棵樹那種 是的 即他不是說芥菜 不是菜 好了 好了 那就 可以照明我們心中的眼睛 叫我們能夠知道 他的恩照有何等的子樂 即是 神的呼召 他這個叫我們蒙恩的呼召 有何等的子望 有些什麼盼望 有些什麼盼望 因為很多盼望 來生的盼望 今生的盼望 都有 你今生有沒有盼望 有些人的盼望 快點死 真的 我聽過基督徒說 耶穌說 我不想活了 我很辛苦 快點死 真的有些基督徒 我都聽過好幾個跟我這樣說 因為他覺得 做人好像沒什麼意思 我也是 他找不到神的呼召目的 當我們發現 我們可以平安興賞 我們可以祝福人 他又改變 我就發現 我的生命很有意思 其實 人行神的路 最有意思 有些人就認為 我賺了很多錢 我有個很漂亮的車 有個大屋 我餐餐都吃得很漂亮 那些就是 人生最大的福氣 但其實真的吃一餐 你吃完 你每天都吃得很漂亮 很漂亮 家裏也很漂亮 坐的車也很漂亮 很漂亮 是不是代表有風性 那些都是不質的風性 但如果一個人 看著這個人是很煩 很不開心 很多罪 然後看著他釋放 那種開心是很不同的 亦都真的祝福了另一個生命 這就是看到 原來我生命可以這樣提升 可以享受神的 這個指望 他在聖徒中得的基業 有何等豐盛的榮耀 這是說神得的基業 這是說我們得的基業 這是說神得的基業 這是說神得的基業 就是這個產業 那有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所有基業徒合起來 每一個基業徒都是 他的生命有一個很大的發揮 在神來說 就是神在他生命中栽培 做工 改變他 使用他 提升他 接著就產生很多的果效 比較未曾有人類之前 神未創造天地 就是有聖父聖之聖靈 那只是聖父聖之聖靈在一起 但是現在呢 他就有一個產業 他成就在人的生命中 做了一些很偉大的事 於是我們能夠被提升 我們又能夠祝福人 這就是一個產業 就是神在我們生命中 有這個產業 我們都很想這個產業 更加輝煌 這個輝煌不是外面看的 是裡面看的 榮耀 這個就是 就明白 原來神的 在聖徒中得的基業 是有何等豐盛的榮耀 基督徒生命改變 又充滿喜樂力量 是榮耀的 我希望大家都會這樣看 我的生命可以變得很榮耀 很有榮光的 這一節我再簡單解釋一下 由第十七到十八節 這裡說到 首先求神 賜人智慧 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 賞給你們 賞給我們 帶給我們有什麼目的呢 其實下面的全部都是這個 巨子的下半部 這個巨子下半部是什麼呢 大家看看那裡 將這個智慧 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 賞給我們 給我們 叫你知道他 有下一樣 第二樣 第一樣就是知道他 第二樣 照明你深了眼睛 當然你知道他的恩賜何等指望 以及知道他在聖徒中得的基於何等 這兩個封聖的名謠 以及第十九節 知道我們享信的人所顯得的能力 所以這個是一個 希臘文常有的巨子模式 就是一個巨子很多個cloth 這個cloth是什麼意思呢 我不知道中文譯做什麼 就是說 一個副句 比如說 我愛耶穌 因為耶穌才愛我 這個就有兩個cloth 我愛耶穌 因為耶穌才愛我 兩個cloth 合為一個sentence 而這幾句都是幾個cloth 合為一個sentence 這些我們知道 就會對希臘文 對聖經更加明白 所以這裡他就講到 照明 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 叫我們真認識他 第一就是認識他 而且照明我們心中的眼睛 我們知道他的恩賜有何等的指望 以及在聖徒中得的基隆和封聖 以及知道他向我們的能力有多大 看到幾樣的恩典 看到神是怎樣的神 我們知道他的呼召有多少盼望 我希望大家都要想著 在我如下的日子 就是世上我可以看到幾多盼望 以及上到天堂 看到幾多盼望 大家會這樣想 我盼望我在世上 我會更加經歷神的大恩 更加發揮神的計劃和恩典 我希望大家都要這樣想 以及我深信 沒有人能夠爭擋 只要我不爭擋就可以了 沒有人能夠爭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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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停止 好了 繼續怎樣呢 你坐定在這裏 你坐定在這裏 還會再來 有什麼神的屬性 在這裏看到 神有什麼屬性 還有恩典 其實他說求神給我們那些東西 每樣都是神有 那些就是祂的屬性 那有些什麼 大家說出來 神有自衛 祂有啟示 祂又願意啟示人 祂又啟示到人 你可以這樣想 祂有這東西 祂能夠給人 祂想給人 祂有能力給人 例如有個人很聰明 祂能夠將聰明給人 有些父母都是 我想聰明給我的子女 但給不到 教育他都受不了 想傳遞傳遞不到 但是神有这个能力可以给人 神可以感动人爱他 生命改变 这就是神有这个能力 神有,他又可以想分享 他又会有能力传递 并且传递了那个人 又会想传递给他 这里有什么神的属性 神的恩赵有很多盼望 因为他的计划是很丰盛 很传递的 是一样跟着一样的 就是我们越看到一样 跟着下面又还有 还有得来的,持续又得来的 所以我们就会有盼望了 原来神是一个这么丰盛的神 还有呢 他看重我们 以至在我们生命中建立基业 就是他能够 他体重人 他又能够建立人的生命 在他生命中建立到神的基业 譬如我们都会建立一些东西 很多人建立一间公司 但是那间公司可能有些问题就产生 有些公司都很好的 不过可能也都 有些人的限制 他只能够做到赚钱 有些人很赚到钱 但是他的子女又不听话 结果他离世的时候 那些子女又欠家产 就是他 他是有基业 有产业 不过那些产业不是那么好 就是很多缺脱流 但是神的产业 神是可以做很大的很丰盛的东西 和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荣耀是什么呢 就是神那种美善彰显出来 譬如我们看神造的花草树莫 显出神的荣耀 神造的东西显出神的奇妙 去到天堂有极大的荣耀 我们基督徒也有神的荣耀 有神那种属性 有神那种爱 圣结公义 这都是神的荣耀 我们基督徒也有神的荣耀 先讲到荣上加荣 基督徒可以有荣耀 再加上更大的荣耀 所以我们看到神里面是很丰盛 但是现在我们呢 这里只是查经式地查知道这件事 但实际上神的荣耀 是可以很多见证分享的 例如说 这个人本来不开心 变得开心 他本来有什么问题 他怎样改变 他生命怎样充满起落荣耀 这些都是 就是 这个经文 我们现在解释了 但真的发挥出来 是无供无尽的 有没有人想问或者回应 生命影响生命也很明显 是的 如果生命影响生命就是荣耀 但是我听过这句话 有时我听到 不是很神的那种方式 我曾经以前 我初回来香港 就是参加一个报道会 有人请我去参加 听到一个讲完讲 我讲完讲 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讲耶稣 他刚刚说 这个人怎样改变 这个人怎样改变 他又不是说他信耶稣怎样改变 那些人怎样改变 那些人怎样改变 我听了很久 我说什么时候讲耶稣呢 没有讲耶稣 我跟着就呼召了 那些人想不想 他那麽挥茫 那麽开心 那些人 见证都是基督徒 不过他没有讲出 他因为耶稣而有的那些东西 只是讲这个人怎样聪明 怎样好 那麽呼召那些人信主 那麽真的有人信主 不过我就 跟那个带来的人说 为什麽他没有讲耶稣呢 他说现在我们的讲道 是这样的了 以生命影响生命 就是他的生命 他见证影响其他人生命 但是这个词的定义 他将他变成了 就是他 譬如他 他婚姻好 他家庭好 他人开心 那麽这些生命 影响过生命 那麽我觉得 是应该一定 怎样都连读耶稣的 就是我们是见证耶稣的 所以生命影响生命 有正确的定义 和有不是正确的定义 那麽一起祈祷 请我颠覆多谢你 因为你里面 真的有封诚的荣耀 你里面是有极大的智慧 你有极大的启示 你里面 你的恩赵是有无限的盼望 你在基督徒中间 亦都有一个极之荣耀的产业 你在我们生命中 能够将献你极大的荣耀 我们多谢主 你的生命何等的美善 求你帮我们欣赏神 喜欢神感激神 欢喜神 享受神 时时有神住在我们当中 时时有神将远你的生命 多谢天父 感谢天父 荣耀重赞归给你 求你帮我们 活出神你的大恩 深信神你的大爱 多谢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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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天父